各位第二个我刚刚可能漏掉讲就是 如果将来你那个打程式的时候 字像我这边字比较大 主要原因是我按Ctrl键再加上加号 字就可以放大 如果按Ctrl加上-号 它就缩小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Eclipse这个功能还蛮不错的 但是有时候我用其他工具像Spider也可以 但是有些工具没有 像Jupiter就没有这个功能 有些工具就没有 但我还蛮喜欢这个功能的 加号这样就放大了 像Photoshop好像也是Ctrl加 Ctrl也是一样放大缩小 快速键 那这边说你Ctrl加号 这个加减你不能用右边那边的键盘 你只能用上面的键盘 才有办法放大缩小 你用上面的不能用右边的 不能按Ctrl然后又按右边那个数字键这边不行 可能要注意一下 放大缩小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快速键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你写程式尽量字把它放大一点 不然对眼睛伤害其实还蛮大的 尤其年纪越大的话越明显 像有的同学 我是最近常常发现我开始有点老花了 因为镜的东西看不太清楚了 可以找贵荣了 真的吗 你看起来很年轻耶 我都会觉得有点需要这样子看 可以问你一下贵庚 小时候六 保养得很好耶 我完全看不出来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如果比年纪啊 当然有些人年纪很大的时候也还是不会老化啦 如果最重要就是说你还是要尽量不要让自己的焦距一直停留在某一点上面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一直就会开始你的那个是不是什么水晶体之类的吧 因为我看YouTube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中医师七十几岁 他说他没有老花了 然后他有分享一些经验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最近也开始试试看 他说可以按那个穴道 就是你眼睛周围这些穴道 没事的话就至少给他按个半个小时 如果没有半小时至少给他按个十分钟吧 另外的话当然平常也不要随时 就是十分钟可能要休息一下 十分钟休息一下 还有写程式的话不要只是一直动眼 还要动脑 想好之后再写 不要一直在那边看然后写不出来 那等于浪费时间OK 好第一个就是放大缩小 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如果我希望 比如这边现在直接执行的话 三十三加上二十那结果就是二三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个叙述前面可以再加一个比较完整的 就是加总冒号二十三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请你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文字 这个文字的部分的话呢 特别说一一定是双引号然后打上加总冒号 可是问题来了 你会发现它马上发生错误 因为我必须把这个文字加上后面这个变数 那它的规则呢你要把它串在一起的话 你变成中间要加个加号 OK 意思就是我要把那个加总跟那个后面 串在一起 它这个时候就没有错误了 不过呢你会发现现在如果把它执行的话 会不会出错呢 它会出错 什么错误呢 请各位看一下 加总冒号加总是中文字吧 冒号当然就是一般的符号 没有问题 会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加总这两个字 它底下会出现错误 这个叫语法错误 什么语法错误跟你讲说 所以慢慢各位也要慢慢习惯什么呢 习惯就是看懂下面的叙述 他下面有跟你讲说 其实他都写一些简单的英文 但是文法有点怪怪的 他说nonutf code utf barcode 意思是说 没有那个utf这个编码方式 OK 然后start with 意思是说这个符号我看不懂 你可不可以改一下 那你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跟各位讲 假如说你们Eclipse的版本是在Mac上面 如果你用Mac的话 那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用Linus 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只有你的版本在Windows才会有问题 那为什么是Windows才会有问题呢 主要的始作俑者就是微软 微软什么事情呢 因为当全世界的所有软体公司呢 通通都把内码改成UTF8的时候 微软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他就用MS950 中文就是Big 5 Big 5 那你想说 微软为什么这么不合群 道理很简单 Windows的市占率多高 其实之前应该超过90 90以上 90几 Mac最近是极其直追 大概有快要一成的 可是还是不到一成 Linus占多少 恐怕微乎其微 就是Open Office或Libre Office 东东都省了 就后来发现没有人会用 都省了 但问题是问题更大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做个事情都不知道 从哪边开始说的 开机都有点问题了 登陆账号什么 有个没了 后来还是 该花的钱还是不能省 所以 你想可想而知 为什么 这边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微软的关系 怎么办 那你想为什么不合群 因为他这么大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一样 我这么大 应该是你一样 你们要跟我一样才对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 反正他不改就不改了 我们也不能说叫他一定要改 最近是他有些软体他有改 UTF8是Unicode的其中一种的编码方式 但他改了 他也改 他也改Unicode 但是他就偏偏不要用UTF8 就是他就是特立独行就对了 OK 不过他是有本钱 他没办法 那他不改 那我们改 我们要怎么改 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要做一个设定 在Windows 刚刚一样 这个Preferness这边设定 请各位看到 他的预设编码方式 在哪里呢 在General 在第一个 General展开 这边有个箭头 请你找到Wordespace Wordespace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区 意思是我们在工作区里面写程式 那请各位看最下面有个叫什么 Text File Encoding 意思说你的这个文字里面的编码预设是什么 预设它是MS950 就是Big File 请你改成什么呢 点Other 把它改成UTF8 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OK 所以特别重要 这边要改一下 当然如果你在Mac或Linux 就不用改 那我发现大部分同学还是用Windows为主 所以我们就 就还是一定要做修改 当然蛮多人 其实如果你将来要写Python 我发现很多人都用Mac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为了要选Mac 就去买 苹果 来开发 OK 不过我觉得倒也无仿 用哪一种开发都没关系 最重要是程式要写出来 我管你用什么开发 对OK 只是说当然如果你拿Mac的话 将来如果去什么一些Starbucks 拿出来 会比较对 OK 如果你现在去Starbucks 我发现大部分都还是用Mac电脑 如果你突然拿一个Gigabyte 好像就弱掉了 不会 不会 只是说那些人可能会比较低调一点 我发现就慢慢发现 刚才自己在那边贴一个苹果好了 OK 不是这只是笑话 这只是一种生态 因为毕竟你会在群体里面 你会看到别人都用那些电脑的话 你这样也会心动一下 到底是好用不好用 这当然就是见仁见智的 OK 有没有必要 那也可以 你可以再问一下同学 我自己有一台Mac 但是我就不评论了 不知道 OK 还是我的Mac灌Windows 觉得老婆用 跟我一样 最后还是把它灌Windows 而且最后我的Mac我发现 后来我就给我老婆用 这女孩子他很喜欢用那种漂亮 漂亮精品 真的很漂亮 超漂亮的 用起来就很棒 但问题像我们这种男生嘛 出里出气的 你说用那个感觉 还真怕把它弄坏掉的那种感觉 我又又变成我儿子 他都不知道我用 你会刺激买一台为什么 因为这东西其实 真的我会买它主要是因为它长得太漂亮了 买回来之后就把它供掉到里比较多了 OK 那好 接下来的话第二个就是我已经把这个改了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它本来是Big 5 所以一改之后它就会乱码了 那怎么办没关系 至少把它重打一下 冒号不用 因为会有问题的应该都是那个中文的部分 那我把这个改一下加总 好 那这样的话乱会不会有问题 执行 刚刚是语法错误 这个编码方式 第二个的话把它乱一下 你会发现 错误还是错 但问题错不是那个错了 是另外一个错了 所以请各位慢慢要习惯 以后你写python 请你要看懂下面的讯息 OK 我发现很多同学错了 老师错了 哪里错 下面不是告诉你了吗 OK 答案就在下面 OK 所以你慢慢也要看懂下面的叙述 OK 关键字 反正你也不用太 一个逐字 关键就type type就是形态 形态值的就是资料形态 意思是什么呢 你给它错误的资料形态 为什么它会后面有个冒号告诉你 它说什么呢 它说can only 它可以串联 两个变数 两个资料 这两个资料的话 它说什么呢 必须是要string not int 所以它跟你讲说 to string 意思说请你把什么呢 把那个 int数字的部分转成文字 再串联就可以了 它有跟你讲 只是说讲的 我觉得语法 这文法非常的奇怪 OK 真的是写给工程师看的语法 OK 好 那怎么 其实很简单 特别说主要原因是在这里 ans 它里面放什么呢 23里面是23的什么数字 所以你只要把什么23的数字 把它变成什么23的文字 再跟加总串在一起 就达标了 可是要怎么样把23的数字转换成23的文字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有时候其实 有没有 刚刚不是有int是转 现在的话刚好倒过来 就是在 ans 外面加什么 srt 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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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转成文字的意思 OK 这样子的话呢 再跟加总串 那就达标了 试一下 来执行一下 OK 好 那加总冒号23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到Type A 你就要看一下 形态错 OK 然后呢 后面会叙述告诉你 哪一个地方形态错 你就按照那个形态去更改 那就会得到最后的结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呢 Python当然第一阶段 我们基本语法一定要知道 第二个的话呢 只要程式有错误 不用担心 反正呢 最重要是 你要看得懂 它下面的这个错误讯息 反正你看懂 你把它修正 那就OK了 就不会有错 大概就是这样 OK 所以就是慢慢把这些基本的规则 学会 那 写起程式来 应该慢慢就不会 不会有问题了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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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